大家好,我是营养师美珍 血管就像水管 如果被砸至沉淀物堵住了 就无法正常的排出水 就会影响到生活 血栓就像血管里的毒色物 像心肌梗死、脑梗、下肢血管病 都与血栓有关 不但会造成残疾 甚至会造成死亡 那血栓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血管内皮损害 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 受损破裂了、出血了 人体机制为了在血管内止血而形成的血块 最终又形成的血酸 第二种是血流缓慢 因为久坐缺少运动、饮血不足 导致静脉血流速度减慢 血液中的淋血因子很容易凌结成块 逐渐的形成血酸 就好像常年失修的河水流减缓了 河道中的泥洒就会越积越多 最后就堵住了 第三种是血管垃圾 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血管内部的垃圾堆得像粥一样 也就是医学上叫的动脉周样硬化 时间久了也会形成斑块 这个斑块一旦破裂 就会引起凝血系统的反应 把血小绑和不容性纤维蛋白都叫过来 凝结成块 最后形成了血酸 想要预防血酸要做到戒烟戒酒 减开饮食 规律作息 同时坚持运动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也就有助预防和控制三高 同时也要保证充足的水分 避免水液变得粘稠 水也是血管最好的清洁剂 有助减少血管垃圾 预防血酸 平时喝水的时候 也可以泡一些有助疏通血管的食材 比如清浅柳 牛瓣茶 用清浅柳 牛瓣 三叶 蒲公英 玉米须 绝明籽 菊花 搭配一起研磨后 制作成每袋五克的茶包 每天拿两袋 可以仿佛冲泡1500毫升水 清浅柳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改善血循环的作用 而牛瓣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这些成分可以加速脂肪的分解 降低血脂水平 搭配上有助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三叶 消肿散结的蒲公英 沥水消肿辅助降压的玉米须 还有润肠通变的绝明籽 清热解毒的菊花 等这些食材制作成茶包 开水冲泡五分钟就可以饮用 既能够当日常水分补充 也有帮助疏通血管 给血管洗洗澡预防血酸 好了 今天的养生保养方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注美珍 为您答应解惑 分享适合您的食料茶包